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竞赛中 台湾位于世界网络的关键节点上 又是亚太各大经济体的枢纽 绝佳的地理位置 让台湾掌握了效率与速度的优势 桃园 无限可能的城市 桃园 位于台湾北部 是台湾通往世界的门户 从桃园国际机场起飞 平均两小时55分钟 就能到达亚太各主要城市 而配合台北港的船运 平均53小时 就能到达亚太地区各主要港口 让桃园拥有海空联运 双港合一的最佳优势 以机场为核心 便捷的运输系统 让货物能快速流通 降低企业营运成本 队内则拥有两条快速道路 三大铁路系统 及四条国道 再加上机场捷运 建构了完整的运输系统 桃园 近邻台北科技走廊 南街新竹科学园区 是北台湾地区科技轴带的中心 从传统到高科技 桃园的产业发展 是台湾整体经济的缩影 桃园拥有完整的产业聚落 全台500大制造业中 超过200家设厂于此 年工业总产值 更高达3.06兆元 连续12年来 全国第一 桃园拥有全台将近80%的物流产业 建构了完整的上下游物流供应形态 带动了台湾整体的经济成长 台湾是全球第二大TFT LCD 液晶显示器生产重镇 全台七家面板厂中 有四家设厂于桃园 桃园的半导体产业 拥有上中下游厂商 从设计 制造 封装到测试 建构了全球最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 桃园是台湾汽车工业主要的发展地区 国际各大车厂都在此设立生产基地 及研发中心 相关零组建卫星厂商群聚 让桃园成为亚太地区汽车生产重镇 此外 生计产业 云端产业 以及绿能产业具有雄厚的发展实力 目前 全台维二智慧电动车之制造商 接设厂于桃园 为加速各项投资案的开发速度 提供专人专案控管服务 协助排除投资障碍 缩短行政流程 桃园拥有17所大专院校 其中11所设有创新育成中心 每年培育出无数优秀人才 为企业带来了源源不绝的人力资源 多元族群的文化汇萃 悠闲惬意的生活步调 水岸城市的居住空间 文化创业产业 观光工厂 在桃园 让您的工作及生活 拥有无限可能 桃园航空城 最佳的投资标的 桃园航空城 是爱台12项建设的旗舰计划 更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开发案 主要范围包括 桃园国际机场 园区及附近地区特定区4771公顷 加上周边地区整合发展 总开发面积达6845公顷 预计将创造近30万个就业机会 以及新台币2.3兆元经济效益 投资桃园就趁现在 桃园航空城 以TOD大众运输导向为开发概念 用交通建设引导区域发展 打造出一站一特色的捷运都会区 桃园航空城 分为五大发展区域 物流经贸区 以机场捷运A11站 及航空城捷运居32站为交通串联 本区设有产专区 商业区 自由贸易港区 更拥有海空双港的优势 最适合发展国际物流相关产业 台湾门户区 以机场捷运A15大原站 及大原交流道为核心 本区主要设置会议展览中心 发展国际化会展产业 以及MIT产销橱窗 凸显桃园为台湾门户之意象 另外也适合投资综合休闲度假 大型娱乐 购物广场和娱乐产业 文创科研产业区 本区拥有航空城捷运G15 G16双站 可以发展文化创意及科技研发 引入低污染 低耗能 低用水 及高附加价值 三滴一高的产业为原则 再加入桃园条马绿带概念 创造产业园区条马式绿带特色空间 行政及金融中心 本区以机场捷运A16横山站 航空城捷运G17、G18站 共三站的交通优势 搭配80公尺宽航空城大道 及50公尺宽捷运大道 打造十字商业轴带 核心功能包括航空城服务中心 政府机关 艺文展演中心 音乐厅 图书馆 商业中心 金融中心 及多功能捷运站专用区等 乐活优费住宅区 本区拥有捷运航空城G14及G31站 充分利用现有的水郡皮塘 在捷运绿线与高铁之间 打造皮塘公园 水岸住宅 并利用原海军基地跑道 黑猫中队等历史建筑 呈现多元的人文意涵 更可以利用机场捷运 串联北台湾三大直辖市 透过便捷的交通 将吸引台北市及新北市的人口 移居桃源 享受高品质的生活 把握现在 共创未来 目前 中央政府正积极推动 自由经济示范区政策 未来航空城将渴望落实 前电后场的概念 以航空城作为台湾的前电 将后场的范围 扩大到北部县市的工业区 科学园区等 甚至连接全台产业 成为具有高度国际竞争力 与自由化的国际专区 首先我们要把自己定位看清楚 我们是亚洲的轴心 我们这样想的话 我们应该就雄心万丈 就要往这方面去做 所以我常常在讲 眼光要远一点 胆子要大一点 速度要快一点 这样子的话 我想台湾在国际竞争上面 绝对会是站在很好的位置上 桃园航空城 从设计规划到基础建设 从投资兴建 到营运管理 每个阶段 都是您投资开发的标的 我们更欢迎任何的合作模式 及投资方案 台湾门户 亚洲轴心 让我们一起进驻 桃园航空城 迎向全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